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是普莱斯口中说的那个新兵 好吧 现在你手里的武器是马卡罗夫手枪 需要通过活动任务解锁 右侧是他的面板数据 看得出来 这是一把高射速 高容粗粒的手枪 下面我们来看看马卡罗夫的伤害数据 可以看出马卡罗夫在不装备任何配件的情况下 第一段射程在8米内只能做到去底四枪之死 而与数据最相近且第一段射程TTK只有400毫秒的MW11相比 马卡罗夫537毫秒的TTK就有些过场了 到了第二段射程 依然有概率四枪之死的马卡罗夫 凭借更短的射击剑格才能和确底稳定四枪之死的MW11整个高下 在装备双十被动技能后 马卡罗夫将实践巨尖功能并可以同时射出两发子弹 而五枪之死的伤害让马卡罗夫要至少进行三次射击才能击杀敌人 在装备Sorting 140毫米自动枪管后 马卡罗夫的射击剑格将从179毫秒缩短至91.3毫秒 第一段射程内只能做到确底五枪之死 这与射击方式相同且TTK更短的LK9相比毫无清整理 但如果同时装备了接下来要讲的轻盈扳机后 情况则会出现反转 在装备轻盈动式和轻盈双度式扳机后 马卡罗夫的头部伤害倍率将从1.5降低至1.2 胸部及手臂伤害倍率会从1.1降低至1 在第一段射程内 这些被降低的伤害倍率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即便到了第二段射程 也仅仅只是不能再做到有概率减少致死枪数 这击裤子同于无负面效果的纯增益配件 则与接下来要讲的重量级双动式扳机完全相反 在装备重量级双动式扳机后 马卡罗夫的射击间隔将从179毫秒延长至188毫秒 而换来的则仅仅是从1.1提升至1.2的胸部伤害倍率 实际提升效果微呼其微 接下来是马卡罗夫的腰射之径 一击弹道三部 马卡罗夫的腰射之径是首枪中最小的 且其拥有特殊被动机能双持 非常推荐使用这把枪进行腰射 下面举击枪射击你面前的标榜 相信你也感受到了 马卡罗夫虽然有着垂直向上的弹道 但在举击射击时 枪身会伴随着不规则的左右跳动 这对打击中距离目标非常不利 最后我们却室外看一下马卡罗夫的实战数据 这里有些实战不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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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次协助此事 相信你也了解到 马卡洛夫是又一把拥有双十被动技能的手枪 而相比较50GS 马卡洛夫有着非常优秀的腰射精度 仅此一点便让50GS完全失去竞争力 至于单时方面 无论是否装备Sorkin 140mm自动枪管 都被可以对标的MW11和LK9压住一头 但这也仅仅只是发生在 不装备轻盈单动式扳机的情况下 在马卡洛夫同时装备Sorkin 140mm自动枪管 和轻盈单动式扳机时 TDK则远超MW11 且可凭借高射速带来的容错率 与TDK相近的LK9分庭杠力 而可将弹容量扩充至80发的80发股试弹下 则是大多数毒武器都不曾拥有的 所以在配件方面 更推荐优先佩戴Sorkin 140mm自动枪管 轻盈单动式扳机和80发股试弹下 之后再根据是否装备双持被动技能 来选择剩余配件 但如果马卡洛夫手枪不在双持的情况下 将射速和弹入量增加至极限 那么就失去了它独有的乐趣 好了 今天的测试就先到这里 如果这次对你了解手中的武器有所帮助 记得关注和三连 而先必有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 能憋着就憋着 憋不住就在评论区或私密通讯频道中留言 如果我在执行任务后能活着回来 就会看的 好的新兵 我们下次再见